好 那我們要請王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教老師也可以就是 邀請一下剛剛是國小 我們現在是國中 所以國中的孩子 他在做這個獨樣的轉化上面 跟一些採集的時候 他們有些不一樣的學習 那我把時間交給王老師來跟你們分享 我們這次那個在圖形的踏槽 在文化踏槽的部分 那個待聽都是我們主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探查的一個活動 那這一次的那個探查 孩子回來的回饋 就是非常的收穫滿滿 那讓我們在探查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現在看到的作品 裡面孩子運用了很多圖形 都是來自帶根工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探查的部分 是我們能夠訪問是 所以在這樣兩個一個探查的一個圖形 當中孩子運用了很多 那其實如果我們這件作品來講的話 你就會看到戴聽工裡面的鐘 我們進去正面 然後左上方的鐘 對 那其實戴聽工他已經整修了 將近派人生 就是說將近三年多 那這次我們是因為我踏槽的時候 是怕整修派結束的時候 我們是有機會入到他們的屋頂上去看 那孩子就看到那個建築物上面那個屋頂那個火球 他們對那個火球的形象其實又簡單 然後印象又深刻 所以他們有很多火球就不用在作品當中 也會看到一些火球 那不一樣的火球的造型 都是來自這個火球的一個靈感 那還有就是說 像這個早景 正面進去的早景 他們早景其實很廢漲的 那我們在課程上的創作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早景把它給景化了 那就是透過景化的一個練習 這裡有鐘 那還有一個就是戴聽工非常有名的一個鯊魚劍 正面之寶 這孩子印象也非常深刻 這個鯊魚劍非常大 那孩子也把它印用在作品當中 那還有我們看到這一件作品的側面呢 有龍武社會裡面大腿鬍子 也是我們這次的文化組的體育其中一個 那那個大腿鬍子裡面 他是腳踩著那個腦 那孩子就把這個形象呢 把它給那個圖形呢 把它給收集下來 然後把它給景化 那印用在我們創作的圖形裡面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花你也常常用到這個神移 你看那個神尊後面有彩帶 那你會看到很多作品當中 都會有神移的那個彩帶的部分 那就是這個戴聽工的一個圖形的說解 很精采喔 所以這次其實有兩個 跟宗教的這個在地信仰的主題 那所以從這個主題裡面的建築 取得了一些武藥 然後好像在踏查完之後 其實孩子也對於說 因為有這次踏查 我們認識自己的家鄉 這個事情 孩子覺得很感動 因為平常人他們跟著家裡去 但是他們並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這次有一些故事 讓他們更了解 好那這次很特別 就是剛剛李嘉校長也有提到 就是受傷國中 其實跟美國的那個Len 也有一個 這次一個國際的一個合作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說成是 文化色彩的PK呢 你有猴子 然後我們就有 這個不一樣過癮 好那我也請這個李嘉校長 來分享一兩件 這次這個美國 他們的學生的一些創作 那也蠻有趣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不同的地區 然後不同的緯度 還有不同的這個光線 好像說他找到的顏色 也有跟台灣的這個色彩 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呈現跟配色 謝謝那我來導覽一下 就是在Middle School的一個部分 那剛才有說到 他們有選取了這個紅木的graph 紅木的棕色 那在這個紅木林裡面有香蕉闊 所以這個作品就非常忠實的呈現這個高聳霧天的這個 這個紅木 然後呢在紅木森林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黃色這一圈 爬滿了這樣子的一個香蕉過癮 然後這個過癮還會爬到他的樹木上面 就是很有這個現場的臨場感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 東西方的一個交流 我們也很這個很高興的看到 美國學校的孩子 很想要把我們這個龍的這個意象 融入在他的作品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他們是用紅木的這個顏色 但是是我們龍的一個形狀 龍的形狀 然後再用他們pink lady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龍的形狀 然後再用他們那個pink lady的這個顏色 而表現出一個龍騰雲架霧的一個感覺 所以他們很想要把我們這個吉祥物來做一個呈現 那另外呢也可以看到這一幅 就是在我們東方來講 我們有這樣子很吉祥的想像的一個龍 可是在西方來講他們的印象就是恐龍 所以他們就用這種龍跟我們來做交流 所以在這幅作品上面他就有畫了三角龍 那可能這個也是翼龍的一個部分 就是不同的龍的一個交流的形態 那另外呢雖然這個顏色是取材自這個 Eureka這個地區 那這個藍色大家也可以看到 跟我們的藍是不一樣的喔 他們的藍是他們的一個海灣的藍色 紅寶灣的藍 那這個海灣呢它一年四季 所以這天氣會呈現不同的藍色 但是最長的就是這種灰灰暗暗的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是紅寶灣喔 但是上面這一支船卻是我們台式的船 我們台式的船就是有這個畫坊的船 所以這個孩子們呢就是在這個創作裡面 他們找到在地的色彩 那他們也了解了我們這個 臺灣的一些相關的文化 然後把這樣子臺灣相關文化的元素 用他們的在地色彩表現出來 也代表說他們對這個計畫是非常的認同 然後對我們這個計畫呢就是有這個聲表 就是喜愛 所以把這個中心做一個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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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